封三娘,话说范十一娘,是成绩久的女儿,年轻貌美,有文才,父母十分钟爱她,有上门来求婚的,总是让她自己选择,但十一娘却始终没有一个重义的。 侍逢上元节,水月寺中的尼姑们举行渔兰棚会,这一天,游女如云,范十一娘也来了。 正在游王观赏的时候,有个女子一直跟在十一娘身边,不住地打量她,向有活药说,十一娘仔细看了看她,是一位十五六岁的绝代家人,十一娘很喜欢她,转回身来盯住她细看,那女子微笑着说,姐姐莫不是范十一娘吗? 十一娘回答,是的,女子说,久文姐姐是个财貌双全的女子,人们说的果然一点不假。 范十一娘也询问她的姓名,住处,女子笑着说,我姓风,排行第三,就住在邻近的村子。 说着挽起十一娘的手臂,又说又笑,言语情态晚顺温柔,两人相互爱怨,依恋不舍。 十一娘问,你怎么没有人陪伴,三娘说,父母早就去世了,家中只有一个老妈子,留在家中看门,所以不能跟来。 十一娘要回去了,封三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,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。 十一娘也枉然若失,就邀请她到自己家里去玩。 封三娘说,姐姐是个富贵人家,我和你又不沾亲带骨。 怕惹人讥讽,十一娘执意请她,三娘才说,改天再去吧,十一娘摘下一股金钗赠给她,封三娘也从发际上摘下一只绿簪子回赠。 十一娘回家以后,十分想念封三娘,拿出三娘赠给的绿簪子看,不是金的也不是玉的。 家里人都不认识,很绝其意,十一娘天盼望三娘来,总是失望,就病倒了。 父母知道了她生病的原因,派人到临近村子打听,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封三娘。 到九月九重阳节,十一娘已病得憔悴不堪,感到无聊,就让婢女扶着,勉强来到花园,扑了褥子在东篱下观赏菊花。 忽然一个女子扒着墙头往这边看,仔细看时,原来是封三娘,只听三娘喊道,快来扶我一把,婢女急忙过去扶她下来。 十一娘又惊又喜,站起身拉三娘一同坐在褥子上,责怪她不守信用,又问她从哪里来,三娘回答说,我家离这里还远,但常来舅舅家玩耍。 以前我说住在临近的村子,说的是我舅舅家,分别后我苦苦想念你,但贫贱之人同富贵家交往,脚还没登门,心中先感到羞残。 恐怕被婢女仆人们瞧不起,所以没有来。 刚才从墙外经过,听到有女子说话,就扒墙看看,盼望是姐姐,我真就是你。 十一娘述说了因思念而得病的经过,封三娘泪如雨下,感动地说,我这次来你一定要保密,不然让造谣声事的人说长道短,我可受不了。 十一娘答应了,二人一同回到闺房,同吃同住,一同说心里话。 十一娘的病很快好了,两人结拜为姐妹,衣服斜袜,总是换着穿。 见有人来,封三娘就藏到墓葬后边,过了五六个月,十一娘的父母终于听说了这件事。 一天,两人正在下棋,范母悄悄地走了进来,仔细端详着三娘。 惊喜地说,真不愧是我女儿的好朋友,又对十一娘说,你有这样一位好朋友,我们两人都高兴,为什么不早告诉我? 十一娘就把封三娘的顾虑告诉了母亲,范母看看三娘说,你和我女儿作伴,我感到很欣慰,为什么怕人知道呢? 三娘满脸羞容,只是默默地搓弄着衣带,范母一走,封三娘就要告别,十一娘苦苦挽留她,才又住下来。 一天夜里,封三娘从门外急匆匆地跑进来,哭着说,我本来就说不能再留在这里了,如今果然受到这样大的侮辱。 十一娘吃惊地问她怎么回事。 三娘说,刚才出去入侧,有一个少年男子,强来拉扯我,幸亏逃掉了,像这样,叫我怎么再见人呢? 十一娘仔细询问了那人的相貌,向三娘道歉说,请不要见怪,那人是我傻哥哥,我会告诉母亲,用棍子打她一顿的。 封三娘执意要走,十一娘请她等到天亮,封三娘说,舅舅家近得很,只需用一架梯子送我过墙就行了。 十一娘知道留不住了,就派两个婢女送她过墙。 走了半里多路,封三娘慈谢她们自已走了,婢女回去后,见十一娘扶在床上悲伤地提哭,像失去了最亲密的爱人。 过了几个月,婢女有事到东村去,傍晚往回走的路上。 遇见封三娘跟着一位老妇人走来。 婢女很高兴迎上去问好,封三娘很感忧伤,询问十一娘的情况。 婢女拉着封三娘的衣袖说,三娘到我家去吧,我家姑姑盼你盼得要死。 封三娘说,我也思念她,但是不愿意让她家的人知道,你回去后打开花园门,我自己会去的。 婢女回去告诉十一娘,十一娘非常高兴,按她说的做了,见封三娘已经在园中了。 两人相见,各自述说分别之情,话越说越长,连觉也不睡了。 见婢女们都睡熟了,三娘起身和十一娘躺在一个枕头上,悄悄地说,我知道你还没有许配人。 以你的财貌和门第,不愁找不到个尊贵的女婿。 但那些浪荡子弟,不值一提,如果想得到一个好丈夫,请不要以贫富论人。 十一娘连连称事,封三娘说,去年我们见面的地方,现在又做起了道场,明天请你再去一趟。 我要让你见一个如意郎君,我小时候读过下面的书,绝对没有插错的。 天不很亮,封三娘就走了,约好在寺院等她。 十一娘果然来到水月寺,封三娘已先在那里了。 眺望游览了一周,十一娘便邀请三娘一同上车。 两人挽着手出了寺院门,看见一个秀才,年龄有十七八岁,穿着朴素的布袍,但容貌英俊,仪表不凡。 封三娘暗暗指着秀才对十一娘说,这个人是能做汉林的人才。 十一娘稍稍斜言丑了一下。 封三娘又说,你先回去,我随后就到。 黄昏时侯,封三娘果然来了,说,我刚才已经打听清楚,那个秀才就是此地人,叫孟安人。 十一娘知道孟安人家里很穷,觉得不大合适。 封三娘说,你怎么也落入世俗之中去了? 这人如果是长期贫贱的人,我就把眼睛弯掉,不再给天下人笑面了。 十一娘说,那么又该怎么办呢? 封三娘说,请你给我一件东西,拿去送给他,就算订了婚约。 十一娘说,姐姐太草率了。 有父母在,如不答应怎么办? 封三娘说,我这样做,正是怕他们不答应,如果你逐一坚定,就是死也阻挡不了的。 十一娘执意不肯。 封三娘说,你的姻缘已经来了,但是磨难没有消除。 我所以这样做,是报答你以前对我的好处。 我现在就去,把你以前送给我的金凤钗,假托你的名义送给他。 十一娘刚想说再商量商量,封三娘已经出门走了。 当时,孟生虽然博学多才,但因家境贫穷,所以18岁还没有定下婚事。 白天在寺院,忽然看见两个美丽的女子,回家后一直苦苦思念。 一更石镜,封三娘叫开门进来,孟生拿蜡烛一看,认识是白天在寺院见过的女子之一。 高兴地问她是谁。 三娘说,我姓封,是范十一娘的女伴。 孟生高兴极了,顾不得细问,突然上前拥抱她。 封三娘推开她说,我不是自荐的毛岁,是来带人做媒的。 范十一娘愿意和你结为夫妻,请你托媒人去提亲吧。 余生愕然不信,封三娘拿出金钗给她看,孟生喜欢得不得了,发誓说,承蒙她如此眷恋我。 我要得不到十一娘为妻,宁肯终身不娶,封三娘就走了。 第二天早晨,孟生托邻居老妈妈去见范夫人,给自己提亲。 范夫人嫌她穷,也不同女儿商量,立即把老妈妈打发走了。 十一娘知道后,心里很失望,埋怨封三娘耽误了自己。 但是金钗要不回来,只好决意也不嫁别的人。 又过了几天,有一个绅士来为儿子向范家求婚,怕不成,就请献令作媒。 当时,那绅士很有权势,范家害怕她,就问十一娘的意见。 十一娘不愿意,母亲问她为什么,她不说话,只是掉泪。 十一娘叫人暗暗告诉母亲,不是孟生,死也不嫁,范公知道了十分生气,索性把女儿许给了那绅士的儿子。 又怀疑十一娘和孟生有私情,就选定即日,想尽快为她完婚。 十一娘气得不吃饭,天天只是呆呆地躺着。 到了迎亲的前一天晚上,十一娘忽然起来,对着镜子自己梳妆打扮起来。 范夫人暗暗高兴,一会儿侍女跑来说,小姐上吊了,全家上下大吃一惊,痛哭流涕,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三天后只好安葬了,孟生自从邻居老妈妈告诉她婚事不成以后,心里悲愤,气得要死,但依然转弯抹角地打停消息,梦想能挽回与十一娘的婚事。 听说十一娘已经许配给人了,怒火中烧,什么念头也没有了,不久,听说十一娘死了,孟生悲愤不已,恨不得跟十一娘一起死去。 傍晚走出家门,想趁黑夜去十一娘坟上哭一场,忽然有一个人走过来,近前一看,是封三娘。 三娘向孟生说,恭喜你的姻缘总算能成就了。 孟生含着泪说,你不知道十一娘已经死了? 封三娘说,我说的能成就,正是因为她死了,你赶快叫家人挖开坟墓,我有一种奇异的药,能让她复活。 孟生听了她的话,挖开墓穴,打开棺材,把十一娘抬出来,又把坟墓重新掩埋好。 孟生自己背着尸体,与封三娘一同回到家里,把十一娘放到床上,三娘给她灌了药。 一会儿,十一娘慢慢苏醒过来,看着封三娘问,这是什么地方? 封三娘指着孟生说,这就是孟安人。 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,十一娘这才如梦初醒,封三娘怕泄露消息,陪送她们到五十里外的一个山村里躲藏起来。 封三娘要告辞回去,十一娘哀求她留下作伴,让她住在另一个院里。 又卖了殉葬的首饰,用来度日,日子还算过得去,封三娘每次遇到梦生来,总是避开。 十一娘从容地说,咱们姊妹俩的情意,就是同胞姐妹也比不上,和哪能百年都聚在一起,我想,不如仿效女婴和黄一起嫁给梦生。 封三娘说,我从小就得到吐纳长生的秘诀,所以不愿意嫁人。 十一娘笑着说,世上流传的养生术书籍多得很,形而有效的哪里有啊? 封三娘说,我得到的不是人事流传的那种,世上流传的并不是真诀,只有话陀的五情图还差不多。 凡是修炼的人,无非是想让血气流通罢了,若是得了恶逆症,学做老虎的形体动作,马上就会好,不正是她灵验的地方吗? 十一娘就私下和梦生商量,让她假装出远门。 到了夜里,用酒墙把三娘灌醉,梦生悄悄进来和她同了床。 三娘醒后说,妹子害了我了。 如果我色戒不破,到夜修炼成功,能生第一天,如今被你算计了,这是命该如此,就起身告辞。 十一娘告诉她自己的实心实意,哀求她不要怪罪自己。 封三娘说,实话告诉你,我是狐仙。 因为看到你的美貌,忽然生了爱慕之情,今天却作茧自负,这也是情魔结束,不是人力造成的。 若是再留下来,情魔更纠缠我,就无休止了,妹妹福分不浅,前程远大,请珍重自爱。 说完就没影了,夫妻两人惊叹了很久,过了一年,梦生相试,会事果然都考中了,在汉林院做了官。 她拿了自己的名帖,去拜见范十一娘的父亲。 范妇既羞愧又悔恨,不肯见她,梦生再三请求,才见了面。 梦生近来,以女婿的礼节,恭恭敬敬地拜见,范公很恼怒,怀疑梦生故意轻薄羞辱自己。 梦生便请她到没人的地方,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,范公还是不太相信,派人去她家查看后,这才大为惊喜。 又按理告诉梦生不要宣扬,怕有霍殃。 又过了二年,那身世因行贿被查处,父子二人都被冲军到辽海卫,十一娘才回到娘家。 好了,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,谢谢。